那明杰這一次 美國方面跟華爾街日報 只說是有一支美軍特種的作戰部隊 跟一支海軍陸戰隊 但是究竟是哪一支的美軍特種作戰部隊 事實上並沒有講明 其實這個美國在台 有特種部隊來台協訓 坦白講就我們長期觀察 美台軍事交流的這個相關的人都很清楚 這其實是公開的秘密 而且這個進駐台灣來協訓 其實時間絕對不只一年的時間 那約莫是在川普政府任內是肯定的 那24個人到底是哪些美軍的部隊 基本上來講 我從過去已經公開曝光的訊息來談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看到 其實最早曝光的大概是2019年的5月 也就是其實都已經兩年多以前的事情 那時候美軍的陸戰隊 有一次很罕見的發布了一個新聞稿 而且官方的新聞稿 談到說這個美軍的陸戰隊中間有一支特遣隊 約莫200個人的規模 那在前一年的時間派遣到印太地區 包含日本南韓菲律賓最後還寫上了台灣 而且過去一年在這些地方進行非常 極機密的演訓任務 那時候其實台灣的媒體 這個秀舉非常靈敏 就發現說為什麼台灣被列在裡面 美軍的這個陸戰隊的特勤隊是不是真的有來台灣 那還向台灣的國防部查證 不過那時候的政治氛圍 基本上來講還是台灣的軍方是否認的 那還有包含像這一個2020年 其實同樣是美國自己的這個軍媒體 他的這個美國陸軍第一特戰群發布了一段影片 那次四秒鐘中間在談到說 他們在進行一項叫做這個卓越Excellence的演習 那中間這個影片的畫面 也被台灣眼尖的網友認出來說 居然有美軍的這個SF 就是其實就俗稱的這個陸軍的特種部隊 就是綠扁帽 那跟台灣的特戰部隊 就是畫面 共同在演訓進行戰術攻堅 那最後撤離的時候 還搭台灣的黑音直升機撤離 那這樣的一個畫面 當然台灣的黑音直升機 就是在台灣 美軍的特戰部隊跑到台灣來跟台灣演習 但台灣沒有公開 不過這樣的畫面 卻是在美軍自己的網站裡面 不慎曝光 那所以這樣的時間 其實你看到他演習時間是2019年6月 那那個演習叫做Balance Temper 互動操演 也就是說兩年以前 其實已經有這樣的共同演訓的這個過程 而且美軍特戰隊就在台灣 所以這時間不只一年 那同時其實其他曝光的 還有包含像 美國海軍的這個著名的海豹部隊 SEAL 他其實在這個過去也曾經來台灣 那甚至在澎湖進行一項叫做閃光操演 那跟台灣的這個海龍蛙兵 也就是陸軍的兩棲徵收營 這個還有海軍的徵收大隊 那這共同在進行 包含像這個三棲作戰 這種各方面的演訓 也就是說過去我們從公開的訊息來看 就已經有非常多類似的一個這個資訊曝光出來 那中間台灣國防部曾經有承認過一次的事 這一個就是這2020年11月的時候 那時候也傳說美國的這一個陸戰隊 曾經有一支小規模的部隊 那來台灣在左營 跟台灣的這個陸戰隊共同在這個地方進行 譬如說突擊滲透 類似的相關的演訊 那這個訊息 因為當年其實我們看到川普政府非常的友台 所以台灣的國防部 在那個氛圍之下 首度也對外公開證實說 美軍有這樣的一個部隊 來台灣協訓 那除此之外 其實不只陸戰隊 或者是陸軍的這個特戰部隊 或者海軍的海豹部隊 其他連他的國民兵 他的這個安全合作旅 安和旅 其實在過去來講 也曾經在台灣曝光 那近這個來台的人數 其實也被發現說 在這個新竹的湖口基地 北側中心 有發現說 有美軍的這個官兵 似乎在跟台灣進行聯合的一個操演 那這個部分 這個其實台灣軍方 其實也沒有公開的否認 所以其實過去一兩年來就我的觀察 其實已經陸陸續續都有類似訊息曝光 那只是說官方是不是有證實 那美方特別是華府 是不是也承認有這樣的事情 當然各自的態度是有點微妙 也先後有一些變化 簡單介紹一下說這些 特種部隊的區分在哪裡 因為這次來 外傳說是這一個美國陸軍 這個SF 這個第一特種作戰群 其實他有一支第一特種作戰影 是前進部署在這個日本的這個沖繩 那這個第一特種作戰影 他其實先前他配備的 MCE-13栋的這個特種運輸機 已經有多次穿越台海的紀錄 也就是說搭乘這個 這一型的這個特種運輸作戰機 其實他有多次前往菲律賓進行這個演訓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那這樣的一個部署 其實也在意涵說必要的時候 有可能如果真的台海爆發戰事 在台海周邊其他美國的這個基地的特種部隊 也有可能會直接以最快的方式介入 那當然這第一特種作戰群裡面 非常特殊就是說陸軍裡面 他本來外傳大家也有認為說 好像有一個非常有名叫Rangers 郵寄兵 郵寄兵團第75郵寄兵團 其實嚴格上來講 他不叫做特種部隊 那台灣其實很多特種官兵 特戰官兵過去早年 其實都非常久的時間都會派駐到 美國的這個Rangers去受訓 那這個Rangers主要他是 當然是在這一個電影裡面 我們常看到這個一個很有名的這個名詞 叫Rangers Lead Away 就是負責開錄 但是真正如果要成為特種部隊 是這裡面的人要在選優選訓去加入 譬如說在經過訓練之後 再變成綠扁帽部隊 那還有一支陸軍 也非常特殊的叫Delta三角洲 三角洲部隊其實才是真正的 反恐跟解救人質的部隊 他人數非常少也非常神秘 那三角洲部隊 除了是在反恐作戰中才會出現之外 目前來講應該沒有派駐到台灣 派駐到台灣應該就是綠扁帽部隊 那當然其他的非常著名的 海軍的這一個海豹部隊 特別是海豹6隊 過去因為這個擊殺賓拉登 而這個生命大噪 其實是搶了三角洲部隊的光環 不過這些都是屬於真正反恐戰爭中的一環 那美國結束反恐戰爭之後 他的特種部隊未來要投在哪個戰場 其實方向就非常明確 所以先前也傳出說 特種部隊內部開始要求 他們的官兵要學習中文 那表示說要熟悉台海的戰場 那現在還更進一步派人來台灣協訓 跟台灣相關在進行 包含像這些非正規作戰的一個模式 所以這樣的一個發展 我認為 這一個不管北京未來 是不是會對台打壓 美國實質對台的一個 軍事上面的一個協防 會這個協助 非常有可能透過這樣的一個 軍事的一個訓練 來協助台灣自我防衛 好 我們稍後回來